哈喽 大家好 我是Alton 今天和大家分享通过Groom平台获取免费的16G内存NAT容器 Groom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用过了 现在被耗的被迫修改了很多免费的规则 以前是可以创建一个Away On的NAT容器的 现在就不行了 不过现在可以创建16G内存的机器 因为内存足够大 用来临时做测试还是不错的 OK 打开Groom的网站 网址是id.groom.io 首先你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账号注册是通过邮箱来注册的 你也可以使用谷歌等第三方登录来注册 我就用临时邮箱来注册一个账号 我骗着电台获取并仆的 我骗着小便 等待那个邮件上动过来 OK已经收到邮件了 停止邮件里面的确认 验证通过之后 你就可以到注册页面 然后继续注册 他这里让你选一些附加的一些信息 你可以跳过 OK 现在已经来到主页面了 已经注册成功了 接下来创建一个容器 首先你需要选择容器站的类型 也就是容器的镜像 这里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我这里就选择一个空的 然后选择系统 然后收一个名称 点击创建 这里需要等大概三四十秒就差不多了 创建成功之后 它会弹出窗口 让你是否去运行这个容器 点击运行容器就可以了 它会打开另外一个页面 我们回到这个图页面 可以点击这里 容器这里的设置按钮 这里可以看到容器里面的一些基本信息 包括它分配的IP 以及外部的一个端口 这个是SSH用的 OK这里已经进来了 首先我们查看一下内存 这里分配大概有16G的内存 我们接下来修改一下密码 密码修改完成之后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 把这里的SSH命令拷备下来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来连接到这台服务器上了 输入刚才的密码 OK 现在就可以远程连接到这台主机上面了 要注意的是 一旦容器重启了 IP和端口都会发生变化 现在免费是无法开启all way on的 所以你需要一直保持活动状态 服务器才能够正常运行 如果你关闭了页面 或者是一段时间没有活动 容器就会自动关机 现在你就可以利用这个零食的容器来做测试了 我就简单的运行一个SIMBO大理节点给大家演示 首先安装一下SIMBO OK 已经安装好了 修改一下配置 好备份配置过来 保存退出 然后运行一下 OK已经运行成功了 接下来测试一下 首先你需要添加一个断口转发 我生活是运行443端口的 它就会绑定一个外部端口给你使用 现在就可以配置一下客户端了 我这里之前已经配置过 把IP改一下还有断口 然后保存 OK这边也是出来日资了 来测试一下 OK能打开页面 这里的IP也是我们刚才看到这里的IP 是一样的 跑一下测试 可以看到它这里节点是韩国的 但是你创建的不一定是在韩国也有可能是在其他国家 我这里的话就大概跑了70兆左右的一个带宽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ID这里下面这里有个流量的一个窗口 它其实是目前是免费版只能使用1G的流量 就是一天只能用1G的一个流量的 但是这个是有办法去突破的 等一下再和大家介绍 跑了一个80兆左右的一个网速 OK已经跑完了 我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这里怎么去突破这个流量 安装一个测速把它的流量给跑光 我先把这个停掉了 安装一个测速环境把流量给跑光 OK已经安装完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显示用了255兆的一个流量 我现在运行一下speedtest 留一下这里的一个窗口 它应该会瞬间可以把流量给消耗光的 因为它内往测速这里是很快的 可以看到流量一旦用光 它这里就会直接强制关机 它就会把这个页面给关掉了 刷新一下 如果你看到这个页面就代表被封号了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在机器里面随便跑测速搅本 OK我已经重新注册一个账号了 并把这个容器的流量给消耗完 可以看到我这里论按钮是无法点击了 这里是提示我的流量已经超过上线 那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容器的设置页面 然后我们新建个窗口 输入id干论 如果你打开过的话快会自动输出 然后我们把这里面的id拷费下来 把设置页面的id拷费下来 然后覆盖这里的id 如果你有多个容器id的话 你这里需要替换了 然后我们回车运行 它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ide的页面了 然后它会弹出个窗口 提示尼流量已经超过每天最大的一个EG的使用量了 它会在每天的凌晨0点钟会自动重置 如果你点击这里的go to console按钮的话 它会把这个页面给关闭的 那我们不用管它 它会继续执行下去的 右上角有个报错 我们也可以不用管它 等待一下的话 它会自动进入到这个页面里面 可以看到后台这里已经进入到counter命令行页面了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开发的工具 我们点击元素选择器 把这个窗口这一层给删除 然后我们就点击刷新一下 在这里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控制台也是可以正常执行命令的 我们点击一个流量窗口 可以看到流量是已经超过上线的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到设置页面 再刷新一下页面 这个22端口就会自动出现了 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去连接一下 把这个命令拷备下来 没有问题是可以连接的 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去跑一下测速看一下 但我不太建议大家去跑这个测速脚本 因为它会检测到它会封号的 这是它内网跑测速的一个速率是非常快的 但是外网的话就没那么快了 可以看到一跑测速的话 会触发那个测量 就是安全测量 它就会直接把你的号给封了 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去跑这个测速脚本 可以看到又把我的号给封了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随便去跑这个测速 OK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